988新闻线 7月26号就是巴黎奥运的开幕 然后我看到这个时间 应该是巴黎的时间 傍晚7点 那我们这边呢 看这个时差的话 应该是要到凌晨1点 才可以看到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夜值得熬 就跟欧洲杯一样嘛 如果你想看的话就会熬 这次很不一样 它会在街头办 就是在户外的 比如说赛纳河 真的 然后也想看一下 各国的这个服装 会是怎么样 所以呢 7月26号大家就来期待一下 巴黎奥运 大人小孩肥胖率都上升 而且每三名的学生当中 就有一个人超重 民调显示99%的人 是担心成本会涨 而且有高达98%的人 认为政府做得不够啊 袁环绍被指煽动 反政府情绪 被冻结议员资格半年 改变监控社交媒体的模式 法米说一定可以找到 涉及网报的人 他发出warning了啊 警告警告 喜欢在网路上攻击他人的 这些键盘侠啊 这要注意的哈 因为政府已经点名说 会把键盘侠都揪出来了 通讯部长法米说 民众不要以为 你躲在电脑屏幕后面啊 你当键盘侠就没有事情 不要以为警方是找不到你的 因为他们有的是办法 有关当局一定会找到你 法米就说 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为何警方时时刻刻都在监督网络各大平台的运作 包括监管网民在社交媒体平台直播 全过程的留言啊 所以不要以为你这样留言 这个直播结束之后就像那个story这样过了 就没有过了的 因为他们是时时刻刻都在监督 没错 所以当局现在已经增加人员 实时刻刻都有人在监督 那说到这个爱莎事件呢 前阵子应该是前天的新闻线 又跟你聊到 涉及霸凌的一名女网红 沙利尼已经认罪 而且是被判罚款 100令吉 就是100令吉嘛 那针对这个判决 法米昨天就已经说 自己觉得很失望了 因为才100令吉 而爱莎的母亲 当然也是非常的不满 认为判决太轻了 再加上这个判决的结果出路之后 沙利尼是笑着从这个法庭走出来的 母亲就告诉马来邮报 这个画面令她很心碎 让她觉得做错事的人会逍遥法外 而做对事的人却被埋葬了 这好像在告诉大众 任何人只要缴付了小儿的罚款 就可以扶贫网络霸凌的错误 那说到网络上 其实现在其实有多家的媒体 都在上载这一名女网红 从法庭走出来面带微笑的这个视频 刚刚说了这个 就是网红的妈妈看了很不舒服 说真的我身为一个网民 看了也是不舒服的 虽然看了确实是会很生气 但是在留言区留言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多注意自己的言辞 不要让自己成为霸凌者 那说到留言区 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 有些时候 我看到这个帖子 我很想要留言 可是发现 这个comment area是被封锁起来的 完全没有办法留言呢 对此通讯部长法米就说 他从来没有指示过任何的 媒体机构去关闭旗下 社交媒体账号的评论区 不过媒体机构呢 是有权利去采取 他们认为必要的方式来做限制 包括收考量联邦法院 在2021年针对读者 在新闻网站留言区 上载评论的裁决 而关闭留言区 因为呢 联邦法院就采定 有关平台需要为 所上载的评论负责任 所以就呼吁大家 留言的时候一定要多小心 我们经常在跟大家说 我们现在不欢迎大家来留言 也会提醒大家 理性的潜流啊 那不只是针对 个人的网路霸凌 NZMG昨天也有说 当局正在调查 涉嫌在社交媒体 针对国会的短片 发表冒犯评论的人 但是这个行为呢 就让捍卫自由律师团 LFL有一些不满 LFL谴责团结政府 是在假借杜绝网路霸凌 来打压人民的言论自由 LFL的总监 在意玛丽说 合理就是如果你稍微 有点理性的人都看得出来啊 把对国会短片的评论 牵扯到去网路霸凌 是有点牵强 没有逻辑 而且很荒唐 因为国会是一个公共机构啊 不可能会受到网路霸凌 这是来自LFL的一个质疑了 意思是说他不是一个人 他就是一个地方 是不会受到网路霸凌的 那说到国会啊 今天国会发生了一起风波 看到国会嘉议院今天呢 就110张赞成票63张的反对票 冻结了土团党麻将国会议员 袁怀哨的议员资格 而且危机半年 是从今天开始生效的 掌管法律及体制改革的首相署部长 阿莎丽娜在公帐会提成报告之后呢 就向下议院提成了一项动议 他就以袁怀哨在参与辩论时 损害他人声誉为理由 要求冻结袁怀哨的国会议员资格 那后来呢就争辩来争辩去 最终进入了记名投票的这个环节 而结局就是跟我们说了 袁怀哨正式被冻结议员资格 长达六个月 那刚才说到这里大家就会好奇了 为什么吴端端要去冻结 他的这个议员资格呢 阿莎丽娜是有解释的 他说早前呢 袁怀哨在参与辩论的时候 有点名这个雇员工基金局的职员 就说这个人呢 他涉嫌参与大马机场控股公司 MHB的这个收购 而影响了这个职员的声誉 因为当时是有讲名字的 那袁怀哨呢 他说他收到了一封匿名信 直接就根据了这封信 匿名信去点名了这名职员 而阿莎丽娜就提到议员的责任 你是要去调查 不是说你收到匿名信之后呢 就在这边拿出来 跟大家说我收到了这封信这样子 而业员在辩论的时候呢 也不可以涉及跟政府官员公务 没有相关的行为或是性格 你都不知道这封匿名信的内容 是不是真的 你就这样子控诉这样子啦 那对此呢袁怀哨肯定是不满 这个议长的这个决定 他就右手高举联邦宪法 来大声的呼喊 自己绝对不会就此投降 但是呢话音未落 就遭到议长走哈利 就关掉他的麦了 就一众国盟议员就聚到一起 张开双掌为袁怀哨祈祷 那可以看到国会下一院 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 今天是冻结袁怀哨议员的资格 之前是争论倒戈的六名议员 那说到倒戈这个部分呢 前阵子一党总秘书打击有定有宣布 被巫统冻结了党籍六年的 马六甲文庙区州议员 在拉尼市已经加入了一党 对而且是加入一年之后才宣布的 就是对的时机嘛 当时候我们说 那对此无情团长阿克马就建议 解散文庙州选区还政渔民 进行补选来选出新的州议员 阿克马也喊话在拉尼 如果你是男子汉 那就出来面对补选啊 但是他也嘲讽说到 在拉尼市有一个跳来跳去的记录 能不能在补选中再次成为候选人 这也说不定 同时他也劝英党 你好自为之啦 因为在拉尼不是第一次跳槽了 那阿克马之前也对国会下议院议长 佐哈里不悬空六名岛格议员的国席 也感到非常的不满 对此另外一个政党的青年团 就是公亲团的宣传主任 哈兹克就批评阿克马 你对佐哈里生气 根本就是找错了对象 而认为真正应该被追究责任的是 土团党而不是国会下议院议长 议长的决定很明显 就是基于有缺陷的反跳槽法案 来做决定的 那下来我们换一个焦点 从国会带到去我们民生课题 就是说 如果有亲人朋友失踪的话 你不用再等24个小时 才可以报案了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记者讲 你这样子要这样 要等24个小时才来 那全国警察总长拉扎鲁定有说 只要你发现有亲友失踪 如果你试过了各种方法 都没有办法联系到对方的话 是都欢迎你到警局去报案 因为这样是为了避免失踪的人 可能会发生更糟糕的事嘛 如果你早报案 就可以早去搜查 就可以发现 可能失踪人士到底去了哪里 那其实呢 国内昨天就发生了一起悲剧的 就有一名拉曼大学 就是优大的学生洪伟哲 昨天凌晨骑着摩托 在女友外出吃宵夜的途中 被撞死了 来不及参与即将来临的华月演奏会 而女友则是受了重伤 金宝警区主任莫浩默纳斯里 警监告诉《中国报》 事发当下 印翼司机所驾驶的轿车 是冲过了马路中的分界堤 驾进了反方向的车道 既然猛烈撞击了 共乘摩托的这两名优大生 而警方的调查发现 造货的印翼司机 全身是充满浓烈的酒气 警方已经逮捕了对方 带往金宝医院进行血液的检测 来进一步调查 所以这里就呼吁新闻线的听众 真的不要酒驾 好了我们来换一个心情 来看这个 这件事情这个情况 说到我们马来西亚 其实有很多的壁画 然后最近不是 马六甲旅游大使来 又有新的壁画这样子吗 我发现我们壁画 好像也成为了很多 不管是本地游客 还是外国游客 来到我们这边的时候 都一定会去打卡的地方 可是有壁画消失了 消失的就是 吉隆坡戏院节墙上的这个墙丁老人的壁画 相信如果你有看到这个画面的话 一定会知道这个壁画在哪里的 一定有看过的 那俄罗斯壁画家就是 朱利亚上传了一则视频 他说2016年 他花了五天画出来的这个壁画 就这样不见了 那面墙现在已经空空如也 什么都看不到 他就觉得很伤心又很失望 为什么没有人告诉他 为什么要去重新尤其这个壁画呢 他就说身为画家能够理解 他的画作被清除 尤其是这个是已经褪色的一个作品 但是他觉得墙丁老人 依然是保留的很好啊 都没有什么掉色的情况 而且也是旅游景点嘛 就觉得无缘无故不见了 真的很奇怪 那说到朱利亚 其实在我国的多个地方 包括槟城跟南马都有留下画作 包括说在槟城George Town 跟芭蕾布拉 有这个印度老妇跟渔夫补网 这些都已经成为了民众打卡的地点 现在vote 好啦今天的现在vote呢 就是下一段回来我们要跟你聊到的 现在先来问一下你的看法 你有因为生活成本上涨而调整日常的开销吗 如果你有调整 不然真的是觉得负担不了啊 可以点sad 如果没有该吃吃该喝喝 就没有什么改变的情况呢 可以点love 两个学校欢迎你告诉我们 你的情况是怎么样 当然这个其实是出自于来自UCSI的一个民调 说到有很多很多很多人都担心生活成本上涨 然后就开始做一些事情 带回来跟你分享更多 这个时候来听赛民庸的这首歌 小乖乖 可以去我们的Facebook参与现在vote 带回来我们就要来揭晓成绩了 留守在新闻线 988新闻线 谢谢你好我是张宏 你好我是Cindy 新睿 来问大家生活成本上涨 是你担心的事情吗 是你吗 肯定啊 肯定啊 谁不担心这件事情啊 那所以民调就显示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担心生活成本上涨 那大约一半的受访者就表示 因为这件事情 这个担忧呢 就减少了他们的每月开销 这个其实是来自UCSI民调研究中心 针对生活成本课题做的一个民调 那刚刚说的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呢 其中百分之九十六最担心是杂货和食品价格 百分之八十三担心的是医疗费用 还有百分之三十一 是水电费呀 调查也显示高达百分之九十八的人认为 因为政府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 来应对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问题 所以他们才会这么担忧 而去年呢只有百分之六十亿的受访者 这么认为 所以是上涨了超过三十多个percent 那面对生活成本上涨呢 有一半的人就觉得 我要减少这个每个月开销了 百分之二十八就计划设立应急基金 而百分之十五呢 会提高他们的退休储蓄 反而会提高耶 那百分之十三的受访者则是 没有任何的规划 就是我很担心 可是我没有任何的规划 那受访者认为政府现阶段呢 是不是应该考量一下 我们的这个粮食安全问题 这个应该摆在首位 而百分之九十七就希望政府 要不要控制一下我们经常吃的 这些食品的顶价 所以我们可以以更加便宜的价格 买到这些食材 毕竟我们每天都要吃饭嘛 真的 那不知道是不是受到成本上涨的影响呢 最近一直都有看到网民在投诉 食物的价格贵得很离谱啊 真的咧 我们昨天才跟大家讲三十块的弱价 那其中就有网民在一个柔福的脸书群组 发文说自己在一家餐馆点了三份的咖喱饭 结果这个账单高达156令吉50千 平均一盘就是50多令吉 他很吓到他就觉得很不满也很震惊 那根据这名网民上传店家手写的账单 他就点了多道的菜肴 有炸鸡啦虾啊 鱿鱼和臭豆等等 等一下 这个选项都是贵的选项 那这个帖文就引起了网民非常良极的一个反应 有人对于高昂的价格都感到很震惊 并敦促冒销部去对付这家餐厅 但是也有网民是为餐馆辩护的 有人就有说 你自己拿多少你心里没点数吗 因为刚刚有说虾 这些都不是便宜的东西嘛 拿这个分量 那你就应该要给那个价钱 这是来自网民的看法啦 那不管怎样 其实有关当局 确实最近是有收到不少 关于餐馆不合理收费的投诉 其中马六甲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 成本局呢 今天开始就频密的接到民众的投诉 就是说一些餐饮业者呢 通过一些不法的手段来提高食物的价格 就比如说以前免费的三包不拉扎 你就跟店家讲 啊我要三包这样子 不用钱的嘛 现在一汤匙收费三块钱 一汤匙耶 他汤匙多大啊 你两汤匙的话 就已经是可能贵过你的面了 那对此 甲州贸易局长诺利娜就表示呢 当局在收到投诉之后 已经上门检查 发现呢其实很多业者 经常是没有更新食物的价格表 就是我可能已经涨价了 可是我的那个价格表 还写着以前的价格 有的则是直接没有发出收据 那大家如果觉得不满的话 都可以跟当局那边投诉的 那我们在吃东西 除了要关注价格贵不贵之外呢 也要留意 吃了这个东西 会不会对我们健康 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呢 像卫生部长总继菲利就有说 大马成年人肥胖率 已经从2019年的19.7% 上升到了去年的21.8% 就是大概2% 而且五岁以下的儿童 肥胖率也是从2015年的4% 增加到了2019年的5.6% 而且是进一步增加到 2022年的6% 就整体来说 都是不断在上升的 而10到17岁的学生的超重率 也是从2012年14.6% 上升到2017年的15% 肥胖率也是从2012% 上升到了2017的14.8% 越来越多耶 没错就是 也就代表每三名学生中呢 就有一个人是超重 或者是肥胖的 但是部长也有提到 肥胖问题 其实有很多种因素会影响到的 不仅仅是因为营养 吃的方面 这一方面的问题而已 我听这则新闻听得很心虚 你想想看我们刚吃了不 我们刚吃炸鸡 OK好 好了接着我们来换一个焦点 这是另外一个调查 看到全球分析软件公司 FICO有一个最新的调查发现 每三个大马人当中 有一个人会因为身份验证的体验 非常不好 可能被问太多问题呀 或者是嫌麻烦呢 直接停用或者是减少使用 现有的银行户头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诈骗非常的猖獗 所以当局就会有 你知道加紧了 那一个审核的过程 所以可能你要回答的问题 就会比较多 那调查解释呢 大马人在选择 新的银行户头的时候 相当的重视 良好的欺诈保护 可是呢 64%的受访者就表示 如果我需要回答的问题 超过10道的话 那我只会直接放弃申请 你想要很好的保护 可是你又不想回答 这么多的问题是不是 调查也发现 大马消费者对于不同的 开户头流程 其实有着不同程度的耐心 他们最有可能呢 因为太复杂 或者是太花时间的身份检查 而放弃开户头 也有一些是 直接放弃 个人银行户头的申请 那对此呢 这样子的一个调查结果 FICO就建议 银行我们是不是可以啊 利用一下改进的身份验证啊 交易史分析啊 等等这些技术呢 在不影响安全的情况之下 加快整个流程呢 确实如果流程繁琐的话 反应可能会不好 就好像是之前主要数据库 拉斐斯 经济部长拉斐斯 也有说过 可能其中一个注册的 效果不佳的原因 就是因为流程太繁琐了 太多问题要回答了 是 那既然现在有了反馈的话 相关单位 看需不需要去调整啦 像是最近各方都有在反馈的 就是关于到底要不要 重新启动消费税GST 对此财政部副部长 林慧英今天有再一次就说了 政府目前还是没有意愿 要重启GST的 因为现有的服务和销售税SST 能够比GST更快的产生财政效应 而政府今年也会进行 合理化的这个针对式补贴 考虑到针对式补贴 对于通货膨胀的影响 所以政府会在经济环境 整个合适的时候 才考虑要实施GST 我想到那段话 对的时间 对的地点 当然如果你对于GST 或者其他课题有任何看法 你想要跟政府反应的话 随时都可以提出 尤其你对于我们的经济的状况 有什么意见的话 那这个时机来了 财政部就正在为 2025年财政预算案 即使广义 还特别设立了一个网页 征求民众的意见 呼吁大家提出看法 其实好像每一年 财案来临的时候 都会有这个环节 根据了解2025年财案建议的网页 其中一个部分 有18个选项 就是让参选者选出5个 你最优先关注的课题是什么 都是一些关键行业 包括说留业 创意产业 零售业等等 去帮助政府 去看看大家 priority是什么 那还有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直接让你 书写你的建议 你要怎么写都可以 最多500个字 所以有兴趣的话 可以上到 blangiawan.mof.gov.my 就可以找到了 好像以前写ac这样子 500个字让你去提建议了 怕大家就是写太多 500个字限制 那最后就来关注赵明福的事件 这几天的新闻见得 持续在跟你聊 行动党的法律局主任 兰卡发行证实 吉隆坡高庭会在7月29号 针对赵明福父母提出的 司法检讨申请 做出裁决 他说赵明福是在15年前的2009年 被发现卧室在雪州反贪会的大厦 虽然上诉庭曾经在2014年 做出赵明福命案 是由一名或是多名反贪会官员造成的 然而从2014年到现在 已经2024年10年了 案件的调查还是没有进展 他就问过去10年 执法单位到底做了什么 那还有一个日期 他已经是定了 就是首相安华会在8月1号 下午3点会见赵明福的家属 这个是来自赵明福的妹妹 赵丽兰透露的 他说首相的政治秘书曾明凯 昨天下午已经通知他 敲定了日期跟时间 但是地点的话 他们就还没有确定了 另外今天也看到了 行动党劳务区国会议员 宗宇辉就向议长 之前他就提交了两份赵明福案件 紧急动议 但是这两份动议都被驳回了 而他就对下议院议长 不批准辩论案表示遗憾 他也表示如果赵明福案件 在下一次的国会周期之前 都没有任何的证明进展的话 他就会在下一期的国会继续跟进 不排除第二次提出动议 势必要还赵家一个公道 好那现在我们就把话题 带回到刚刚一开始就跟你聊的 你有因为生活成本上涨 而调整日常的开销吗 看到大家还是会受影响的 88%的朋友当然是有调整 这个开销 不然就会负担不了 那也有12%的朋友呢 是没有啦 该吃吃该喝喝咯 你是不是这个12%吧 嗯我其实算是偏12% 但是可能到月底的时候 就啊还是要调整一下啦 但是有些朋友的提出的情况就是 我已经没有办法再调整了 就这么结局 已经是最在最结局的情况之下 做出最大的调整了 那大家对于财政 有什么样的意见 还是可以去 知道财政部的官网 诶每一年都在说 但我真的没有试过去给意见 我觉得我今年想要试一下 嗯 可能尤其是你现在有了宝宝嘛 可能对于宝宝这方面 你接触的开销也知道多了 你就会发现 哇每一样都是钱 真的很拮据的时候 真的可以去提出一些 看看有没有被接纳了 搞不好有咧 所以如果你有什么想要提出的话 都欢迎去到财政部那里 去提出你的意见啦 对然后10月的时候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你的 有没有中奖 有没有被接纳 那今天的新闻 先聊到这里 我是张红 我是新铃新睿 这个时间为你送上一首 来自张栋梁的 说你也一样爱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